大家好,咱们在购买红布家具过程中呢,发现有的家具的侧面是有这种深色的断接面损头的 而有的厂家销售的家具呢,则没有这种断接面损头 这也就是所谓的市场上的名损和暗损的区分 咱们今天呢,给朋友们演示一下名损它里面的内部结构是什么 现在呢,咱们拿着这几块几个木料呢,现场组装 包括和朋友们叙述一下它的原理 让您真正的了解到什么是名损,什么是暗损 实质性的区别是什么 现在呢,给朋友们进行组装 损头呢,就是由这个木料穿插过来的 咱们能看到侧面是有一个断接面损头的 然后呢,它是有一个木料穿插过来 而出损眼的木料呢,就是短边 一般都是长边出损头,短边出损眼 通过长边穿插到短边的笋头 穿插过来之后呢,它的边料呢 能受到一定的卡扣力,得以进行束缚 现在我将两个木料整体进行组装 为什么呢,就是起来的 咱们能看到这个边框呢 整体已经被组装起来了 组合腾了一体 它的实际性的结构呢 是长边 出来损头之后 穿插到短边的损眼之间 当然呢 这个边框里面 咱们在使用时呢 它是作为桌面或者桌面使用 中间部位呢 开着草口还需要装板料 板料的木料木性呢 它会随着空气湿度的变化 它会有所收缩和膨胀 当然木质它的综演都是纵向综演 板料的纹理呢 它也肯定是纵向了 所以当板料有所膨胀时 它能通过两个长边的损头 将啥呢 将板料呢 卡扣到了 损眼之中 卡扣到了这个 边框之中 这就是透损结构的特点 而咱们所看到的 有一些暗损结构呢 和撤种结构 它是完全不同的 咱们下期视频呢 接着讲暗损的一个 家具内部结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